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8月25号,星期五 一周的时间呢,又过去了 那么从这个本周的整体的走势来看 下有支撑,上有打压 整个的这个周,这个日线呢 我们看到连续五个交易的日K线 上方是受到这个深蓝色净线这个压力非常明显 那么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横了大概十个交易日左右 那么在本周三终于没有向上突破 那么反而呢,出现了一个中阴线的一个撒跌 然后昨天呢,出现探底反弹 那么今天呢,反倒是一个崇高回落 最近呢,这个市场确实比较纠结 尤其是在3200点到3300点左右 在这100个点 那么迟迟呢,没有一个方向的选择 说明这个市场整体呢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相对比较疲弱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昨天呢,走的较强的呢 今天反倒是这个全面的这个下跌 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科技板块 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题材 今天从资金的这个流向上来看呢 也很明显啊,也是出现比较这个明显的一些流出 但是呢,有点需要注意啊 就是今天超大单主力机构资金 那么流出最多的就是芯片板块 那也仅仅只有不到13个亿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锂电池呢 还是大幅的流出40多个亿啊 那么前天呢,是大概是90多个亿 那么今天呢,资金的流出的力度明显小了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流入的啊 今天的这个锂电池呢 资金呢,反倒是开始流入啊 昨天流出44亿 今天呢,流入42亿 那么这两天相当于啊 主力资金每进每出啊 所以这个地方认为是正当洗盘的性质比较明显 新能源车今天主力资金再度流入 大家就看资金流入 你看今天涨跌幅啊 非常有限啊 锂电池呢,题材指数包括新能源车 你包括其他的这个相关的 像这个一些跟电池相关的啊 今天上涨呢,非常有限 那锂电池呢,今天是什么 跌了0.47个百分点 新能源车0.23个百分点 但是每涨稍跌 但是呢,主力资金在逆势流入 而且流入的力度呢 在所有的题材当中依旧排名且练 那我们看一下呃,锂电池产业里边的锂矿 锂电池,盐湖体锂 在前五位里边,我们看到他仍然是排了三位啊 就整个主力资金是最为关注的 然后新能源车是流入了将近39个亿啊 这是下方的储能也是在流入 燃料电池题材,固态电池,氢能源 那么现在主力资金都在净流入啊 那么今天有些流出的 我刚才说了,这个资金明显的偏少 说明啊,在下周我认为啊 经过短暂的震荡之后 大盘仍将继续选择向上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走势呢 整体市场应该是偏弱啊 上涨的加速呢 只有800家 以上海市场为例啊 下跌呢,有1300多只 那短线来看呢 空头呢依然占优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量能啊 稍稍有所萎缩啊 收了一个小阴线 那么本周到底是收什么样一个形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线啊 因为今天是周五 一周的K线图又收出来了 那本周收了个什么呢 十字星啊 那么把大均线调出来啊 大家看一下 因为在每周的这个讲解当中 都要跟大家提到这个 关于181周这个支撑啊 那么本周还是勉勉强强啊 收到了这个181周均线上方啊 181周中期支撑非常关键 上方的压力31周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说市场的选择 至关重要啊 就是上方呢 两个多月啊 这个31周均线的压力 还是比较明显 但是呢 181周呢 在最近七个交易周当中啊 收盘 这个收盘点位 始终没有有效击穿啊 所以本周呢 又是个十字星 这个跟这个8月5号的那一周 这个K线形态 大家看一下 非常相似啊 都是两个什么呢 都是两个这个十字星啊 尤其是8月5号那一周 是典型的单增探底 那么本周呢 长上一线和下一线呢 这个相对比较比较长啊 但是呢 收盘和开盘的这个这个位置呢 比较窄 说明啊市场是属于什么 大部分的时间是载幅震荡啊 基本上总体来看是一个载幅震荡 但是呢 181周还是被拿下了 那么跟8月5号那一周 K线图相似的前提下 下周周K线收盘的概率相对来说 比较大 那不管是阳十字星 还是小阳线还是中阳线 我认为小阳线的概率比较大啊 所以下周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181周的点位支撑呢 目前在2230点左右啊 在这个位置 所以下周呢 这个地方周K线收盘的时候 如果站稳 3230多点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收盘的概率就相对来说比较大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市场呢 经过181周的短暂整理之后啊 那么短暂几个几周啊 那么后续人将选择向上啊 大的形态方面跟大家也分享过 我说大的这个头肩底的这个大形态啊 依旧没有改变啊 依旧没有改变 所以这一点上呢 大家要充满信心啊 现在的这个上证大盘也好 是上证50啊 整体来说呢 这个向下应该是没有什么空间的 为什么没有空间呢 我在之前的分享当中 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低市净率这个低估值蓝筹的这个指数啊 它是拒绝下跌的啊 本周啊 200只跌破美股净资产的一些超级白马蓝筹啊 他们的一个权重指数叫低市净率啊 我们看到今天尤其是周五呢 本周的周K线收官了 收了什么呢 小阳线啊 唯一一个小阳线啊 这么大的一个级别的小阳线 后续呢 我们认为啊 这个低市净率题材指数将陆续上攻 那在上周的这个周末的总结当中 也跟大家提过啊 尤其在上周五 我说呀 这个低市净率的低估值白马蓝筹 已经到了战略布局的阶段 索利战略布局是立足于长线投资啊 那么目前的估值已经非常便宜 那么整个的这个题材指数也好 各股的股价啊 包括他目前的一个估值 包括股价跌破很多跌破了美股净资产 那么处于历史的低位 但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战略性布局的阶段啊 所以说低估值白马蓝筹股啊 那么从如果是从长线角度 我认为当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逐步啊 布局的时机啊 已经到了啊 你不管是大金融 还是其他的中字头的央企改革概念啊 等等啊 我认为接下来啊白马 优质的一些白马蓝筹股 夯实底部之后呢 未来将走出一步向上的行情啊 所以说估值早晚会添全的 市场永远不会给你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让你没完没了的啊 在这继续给你磨 不可能一定会添上去啊 一定会添上去 这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啊 我们说当一个价格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跌到非常具备投资性力的时候 那这个阶段必须是啊 这个往往是什么 他向这个价值的中轴去回归啊 跌破美股净资产 那这意味着什么 跌破了美股的这个价值的中枢了啊 已经远远的跌破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回归价值中枢 甚至会走出一波牛市啊 那未来的我想的话 这样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观点我依旧没变啊 就是低市净率的低估值的那些超级白马蓝筹股 已经到了中长期的战略布局的阶段啊 这个观点啊 我始终抱这样的观点啊 没有改变 所以你看本周周克线收完了 他人家收个中阳线啊 收一个小阳线 看看大盘呢 看看其他的一些题材之处 反而收了一个阴线啊 这就是代表什么 其实低估值蓝筹 在A股当中啊 占的这个市值的比重非常大啊 低估值蓝筹拒绝下跌 说明接下来 大盘呢 向下的空间是几乎是很小的啊 所以围绕181周大均线 这个关键的大均线啊 历史上呢 都是一波什么呢 都是一个关键的拐点 我们看到2016年啊 在这个上升指数 在上传181周均线之后 走了一波超级牛市啊 那么当时当年的点位 我记得是在2000点不到啊 不到2000点 那么2014年的10月份 同样也是上传181周之后 走了一波大行情 同样这次呢 我们看到这个181周也是 在这个上方整顾之后啊 今年3、4月份的181周下方挖坑 这是一个典型的右空的啊 右空的一个阶段啊 右空引诱的诱啊 右空的阶段是吧 所以右空的阶段呢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砸盘然后呢 把一些福仇洗着去啊 然后阻力在下面抄底 拉起来第一波的反弹啊 还是比较有力度的 然后呢 近几周啊 连续大概是8周左右啊 出现回踩 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踩 181周仍将是重要之称位啊 我认为接下来 稳住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啊 那么后面会继续上攻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181周啊 后几周 大家就应该看到效果 我认为称住之后 想继续上扬啊 所以说呢 整个股指大的方向 还仍然坚持慢牛形态啊 那么接下来重点呢 就是看一下题材方面啊 现在题材的轮动呢 也是比较快的啊 比如说昨天大涨的 然后呢 今天就开始调啊 比如说航用概念 对吧 我昨天说的煤炭是吧 那昨天涨的都比较不错 但是今天呢 反而出现了这种 这种这种调整 那么前天也是 前天下跌的昨天上涨 昨天上涨的今天跌 那么今天跌的下周 我们说下周一二 它会不会再起来呢 完全有这样的概率 所以市场就是这个浓动非常快啊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 来回去 这个这个这个资金来回去 挪挪啊 就是说你涨完这个短线 立马是转为下一个 说明呢 当前市场在这个位置 投机氛围非常的浓郁啊 所以不存在我们说这个 因为你上下空间都有限啊 那做梯的 或者是一些 咱们说 操盘频率非常快的一些投者 短线投机者 占一大块 那么基本上是主力布局完之后 那后市呢 很少去动啊 但是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是一些油资啊 一些投机类的一些资金 在里面来回折腾啊 这样的这个概率非常大啊 也非常多 那么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 尤其在逆世当中 主力资金净流入的这些题材 比如说今天 那呃 李电池 李产业链这个题材 李矿 李电池 阳湖体理 那主力资金啊 点续的流入啊 大幅的流入 然后新能源车 今天又在流入 你看看题材指数 根本就没涨啊 没涨多少 那李矿呢 稍微涨一点点啊 今天整个还有点表现 但是李电池大家看一下 题材指数呢 今天基本上是没什么错 还是这样一个形态 没有 但是主力资金 确在不断的 他们的重点是什么 未来的一个成长性 这是找确定性啊 不确定的这个环境当中找确定性 那李产业链 未来还是持续看好 可能财报呢 我预计三季报 可能会继续向好 可能年报呢 远远超出去年年报的一个一个利润的增长率啊 所以说题材指数 它本身 它不会什么呢 走那种所谓下跌的啊 没完没了 反而会走一个上行 继续上行的走势 所以呢 看到主力资金不断的流入 那大家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定力了啊 就有这种定力了啊 那么除此之外 氢能源 这样的 你包括这个这个所谓燃料电池啊 跟这个燃料电池相关的题材呢 今天的这个主力资金呢 也是不断在流啊 流入都在15亿以上 对吧 超大单资金 那么这两个我认为 接下来呢 仍旧大家值得大家关注 另外呢 就是说今天这些呃 低估值的这些呃 这些呃 不是低估值啊 就是大科技题材 今天看之调了 但是 这些资金呢 流出的运行减轻 要注意啊 下周 应该能够 好 所以 这些事情 好 这些 包括一些 像三大半导体 那么 本身呢 说 一些 运行下来 实际上 这些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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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下几天吗 所以 是我 这些呢 题材 不能 下周 会有机会 所以今天呢 最近呢 是 有机会 然后 上去 所以 上去 上去 变得 是 关注 当然 这期 大半导体 开始 出现一波反攻啊 你们走到3300点左右 是吧 那么 然后呢 再开始啊 反弹上去 然后呢 再开始回落 是吧 回落 然后再围绕180亿周 进行反复的一个航时 那么这个时间呢 我认为啊 跟大家讲 可能是稍微延伤 关键的 实创啊 因为这些之后的概率 整个这个 这个调整啊 彻底完成这样一个 调整形态的概率很大啊 所以说呢 走什么样的调整 我认为是一个温和型的 所谓平台型的调整啊 平台型调整呢 就是第一步先下来啊 下来之后反抽 然后再反弹啊 上下呢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区间啊 这个区间 区间波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它比较温和 下不去的原因 我也跟大家讲 低估值难收护盘啊 这个是 呃 这个毫无争议的啊 现在你不管银行也好 券商也好 这两天的表现 我们看都是可圈 可圈可点的 今天呢 券商在盘中啊 成有不错的表现啊 我们把指数调出来 是吧 基本上就是 呃 还要尝试冲击上方的 31周军线啊 那么这两天就是横盘啊 这两周 横盘之后呢 后续仍然有 呃 护盘的这个力度出现啊 所以呢 后续值得大家持续关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 呃 周末愉快 下周投资顺利 发表了 优优独ав Judy